好 當然希望尾巴衝突趕快結束 因為戰爭當然會影響到全球的經濟局勢 我們來看到的是中國大陸 他們的經濟局勢 其實現在復甦的力道一直是很不夠的 甚至有一點點低迷 但是現在有可能出現一絲希望嗎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現在的中國國務院副總理 也就是何立峰 他已經正式的接任了 中央財委會辦公室的主任 而外界就形容他是新任的經濟沙皇 等同是他接任了原本這個國務院副總理劉鶴 過去10年的重擔跟位置 那中國大陸大家很好奇 中國大陸的財經是怎麼樣運作的 其實習近平上任之後他就設立了小組 他就是要掌控財經的大權 過去我們剛剛講到的劉鶴 其實就是習近平的好友 他雖然是副總理 但是他掌控的財經大權 甚至外界傳聞說他的權力 是比總理李克強還要多的 而現在何立峰接任了劉鶴的位置 現在傳出其實這一個何立峰 他也是習近平的密友 他們有多親密呢 習近平在1987年結婚的時候 這個何立峰甚至有參加他的婚禮 是他少數參加婚禮 一小群人當中的其中一人 所以看得出來他們的交情是還不錯的 而且過去曾經共識過 甚至習近平在外交的場合當中 何立峰都是有出席的 幾乎可以說是標準配備 不過學者就認為這個何立峰 靠著是裙帶關係來上位 可能是沒有膽識來背離習近平的 這個主張甚至是理念 所以未來要有真的實際的決策權 恐怕還是有點危險 那我們知道說中國大陸的經濟 到底有沒有可能起來 外界也非常的關注 而現在中國大陸經濟的低迷狀態下 其實也影響到中國大陸的年輕人 對未來有著不確定感 他們現在就興起了所謂的寺廟遊的熱潮 就是大家會去寺廟裡面拜拜 希望未來可以更加的順遂 而主力主要就是20多歲到30多歲的年輕人 佔比接近50% 雙手合十 前程跪拜 北京最大的藏傳佛教寺院擁和宮 在上班日依然相伙鼎盛 有別於過去多半是上了年紀的大爺大媽來上香 現在能看到不少白領上班族和年輕面孔 現在年輕人就自從疫情之後 來寺廟的話成為一顆潮流 我覺得普遍現在來看的話 身份壓力都蠻大的吧 我覺得是一種精神寄託和平靜的一種方式 能買首串護身符的法務流通處 排起長長隊伍 轉個彎法務開光室也擠滿人潮 大陸旅遊平台數據顯示 2023年大陸寺廟門票訂單量 同比增加百分之三百一 年輕人佔比接近百分之五十 很多大陸年輕人說現在上班上進不如來寺廟上香 因為現在即便是很認真的工作或是從名校畢業 都不見得可以拿到很好的工作以及薪資 因此許多人選擇來寺廟欺負許願 大陸青年口中的卷指的是職場惡性競爭 在生活壓力俱增而且難以排解的大環境下 青年透過拜佛緩解焦慮 而多地寺廟也抓住青年情緒深意 浙江杭州永福寺內用諧音梗起名的慈悲寺廟咖啡店 近期爆紅 看看菜單 美式取名迪凡代表去除煩惱 加奶的拿鐵叫停雪 隨機滿盒口味叫隨緣 另一家開在台州國慶寺的喜德咖啡 則是把禪字做成了拉花 同樣高顏值的領海龍心寺建佛咖啡 每天都能看到不少青年網紅排隊消費 一杯又一杯的佛系咖啡 即便價格貴上平價咖啡三倍 但富有殘益的感覺 成了大陸青年熟牙出口 TVBS新聞程序林敏珍北京採訪報導 好 我們知道其實近期台海關係還蠻緊張的 甚至也有人想要知道說 中共到底有沒有可能來攻打台灣呢 我們來看到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呢 他在論壇上他就說 其實呢最近他有談到說 中國 美國跟台灣之間的關係 他認為中國在台灣的問題方面 是沒有衝動 而且也不好戰的 雖然說中國的確希望台灣是他的一部分 但是目前他認為中國大陸 還不確定要如何的實現 也強調說 除非有人先激怒北京 否則不會大家一覺醒來就發現 中國大陸正在攻打台灣 進入所謂的決戰時刻 但是我們來看到英國經濟學人雜誌 他就以中國親台將陷入補給困境為題 他說中共現在其實軍方有一份研究報告 就指出如果中國大陸要登陸台灣的話 他們所需要的車輛 船隻物資補給等等的 可能遠遠的超過諾曼町登陸 中共親台可能性有多高 新加坡總理李顯龍這樣分析 攻打台灣不像伊wojima 這是在淡化台海衝突迫在眉睫的可能性嗎 李顯龍認為對岸並非樂於動物接管台灣 而這說法有沒有可能跟經濟學人這篇文章有關 該雜誌以中國親台將線補給困境為題 引述解放軍的一份研究 只若攻台估計需要三千車次的軍事列車 一百萬輛車輛 兩千一百架的飛機 與超過八千艘的船隻 來運送軍隊裝備與物資 另一份研究推測登陸 台灣需要超過三千萬噸的物資 規模遠比諾曼迪登陸的船隻車輛跟物資 還要多 並為了不讓共軍輕舉妄動 七號舉行的英日二加二會談 其聯合聲明也特別提到 台海的和平穩定對國際社會安全繁榮不可或缺 呼籲和平解決台海議題 更強烈反對任何企圖透過武力或脅迫改變現狀的單方面作為 既台灣有事 日本有事後 有沒有可能英國也有事 七日月新聞 李國正氣煥柔 台海報導 台海關心緊張的情況下 國軍的情資跟機密當然就格外的重要了 所以國軍弟兄如果有穿戴智慧型裝置的話 要多加留意了 因為國防部電訊發展有一名方信軍官 他在值班的時候 他就攜帶了大陸品牌的智慧型手環 進入了管制區 就因為這樣 所以他被記了兩大過 但是他不服也向法院提起訴訟 不過法院是判定軍方的處分是合法的 3CE專家也說 的確現在很多的智慧型手環 其實他的功能不輸給手機 像這種類型的智慧型手環 最主要目的就是來監測你的身體健康狀況 以及運動過程中的身體素質變化 不過國軍弟兄使用上要特別留意 很有可能沒有申報會被記兩支大過 就是這麼嚴重 國防部電訊發展室的電子處 一名方信軍官在去年2月 情報處理中心值班中 手上戴著大陸品牌的智慧手環 被記過後不服提訴訟 說自己熱愛運動才會帶上監控 但法院判敗訴 認為的確違反國軍資通安全規定 處分合法無誤 他有兼具不管是有藍牙 然後甚至於你有Wi-Fi 然後有一些 如果你今天有晶片的話 他可能還會幫你做定位 為什麼有時候我們在找手環或手錶 你馬上手機定位就找得到 那就表示說 他裡面一定有相關的技術 達人解釋不少手環都有這些 和手機同樣的功能 摊開國軍智慧型裝置規定來看 鏡頭會洩漏以內資訊 定位會讓有心人掌握位置 熱點藍牙功能會破壞內網隔離機制 但智慧型裝置越來越普及 國軍其實也有條件開放 基本上現行的規定 Apple Watch跟AirPods都有 可以申請標籤的 但是因為手機都有關MDN的狀況下 Apple Watch跟AirPods也沒辦法做正常使用 只有手錶可以有一些基本的功能 弟兄透露智慧型手錶手環 不是不能戴 只是申請流程跟手機一樣 而且被國軍系統鎖住後 基本上功能剩半殘 最重要的一點 只要是中國大陸品牌任何裝置 全部禁止攜帶入內 這回軍官身處 極度機敏的情報處理單位 違規也難免被高標看待 TVBS新聞直播回到YouTube頻道了 提醒您 每週一到週五的晚間7點到9點 由新化主播為各位新文化重點 記得一定要來參加直播 帶來參與其他方主播